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大祸临头 刘勇,33岁,在经营着一个造纸厂 年收入在200万左右吧,那也算是当地的首富了 他的事业做的是一个风生水起的 家庭呢,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 他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还有一对儿女 这似乎是被众人羡慕不已的事情 有一天,他开车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见着有一群人围在一起 他出于好奇,下车去看看究竟 看到那是一个算命先生,在给大家算命 刘勇听别人讲过 这个老人,那算得特别的准 在当地也是特别的有名气 刘勇听的呢,有一些心动的 于是,还想让那老先生帮自己也算一算 算命这种东西 信则有,不信则无 他也是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 这刘勇等了一会儿 轮到他的时候,老先生盯着他看了一下 然后突然之间跟他说 你的命啊,我没法算 你还是赶紧的离开吧 这刘勇可是当地的首富啊 那到了哪儿,大家都是毕恭毕敬的 没想到却在一个算命先生这儿吃了闭门羹 他心又不甘,于是他问了先生 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为啥不给我算命啊 不算就是不算 没有理由 这刘勇听了之后就不高兴了 他认为这算命先生瞧不起人 于是就跟他说 自己也是诚恳算命的 让先生吃点一二 那算命的停不停了片刻跟他说 你一个月内有大灾 你把家里边的狗拽好了 尽量的不要待在家里 这样就能够躲避劫难 这刘勇听了之后有些不解 他皱着眉头逼问那先生到底是什么灾 能不能明示 他老先生说 自己已经尽了力了 如果说了太多 那便是细漏天机 只能是严禁至此 让他自己记住了自己的画面 这刘勇也不好在强人所难了 于是他开车回到了家里 这半路上 他一直在思索着老先生的话 等他回到了家里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妻子 妻子对他说 嗨 算命这种事啊 那不能全信 你呀 别太放在心上 于是 这刘勇还像是往常一样 正常的上班下班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半个月之后 他的生活还是很正常的 也没有像先生说的那样啊 出现了什么灾祸 于是 他就把这件事情 抛到了脑袋后 可是在临近一个月的时候 这天深夜 他刚刚睡下不久 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他梦着了一个黑影 潜入了他的家里边 在他脖子上面砍了一刀 他从梦里边惊醒过来之后 坐在床上传了好半天的大气 他知道这是一个噩梦 心里边才平均了 可是 打开了灯 下床去喝水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个黑影闪了过来 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 他就感觉到脖子一疼 鲜血狂喷 他惨叫了一声 便倒了去 之后 那个黑影 笑窗而逃了 妻子听见这个声音也惊醒了 他见到丈夫倒在雪坡当中 心中大惊 他忙扶着他呼喊他 他只是瞪着眼睛 看见了一双恐怖的眼睛 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又撒手人寰 妻子见事不妙 赶紧的打了120 救护车来的时候 一声检查 他已经断了气 妻子料理了后事之后 他再想起了刘勇算命的事 先生说 他有大灾 没想到 果真如此 后来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刘勇是被他情人的丈夫 所杀的 原来刘勇和自己厂子里边的会计 那是不正当的关系 俩人意中是暗中来往 那会计的丈夫呢 发现了妻子出轨的相对象 是刘勇之后 心中愤怒之急 于是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报复 趁着夜深四下无人 便溜进了刘勇的家里 刘勇家的院子当中 那狗呢 那天 跑出去玩去了 一夜未归 所以 他进入家中 没有闹出半点的动静了 潜入到刘勇的卧室之后 本来是准备砍他一刀就走了 但是刚要砍的时候 刘勇突然之间惊醒 推测出来 他是做了一个噩梦 于是就藏在暗中 趁机在下杀手 一切事情呢 有因必有果 你破坏了人家的家庭 人家老公来找你报仇 这也算是情和理的知识 不过 因为这事搭上了性命 却不听了算命之人的话语 这 也能算他是自作自受了吧